我們先為大家報告一下 整個上週45週的國內外疫情的概況 首先我們看一下國內外的常病毒部分的疫情 在上週總共新增了4例的 常病毒重症的確定病例 今年從年初到現在 總共已經確定了24例的 常病毒重症的確定病例 其中有3例死亡 近幾週的常病毒重症的病例數 是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報告一下這一週新增這4例的重症的一些概況 那這4例的小朋友分別是居住在嘉義現有2例 那台南市有一例以及彰化現有一例 那年齡是在1歲到5歲之間 那目前是還好這四位小朋友都已經看護出院了 那另外我們從急診的手足口病毒的這個監測來看 那目前在連續三週的下降之後 在本週已經開始呈現些微的增加 那接下來為大家報告一下 登革熱疫情的部分 在上一週國內新增總共的124例的確定病例 那這124例裡面包括我們本土的118例的本土病例 以及6例的境外一路病例 那在本土的病例還是主要在高雄市佔了80例 那另外呢新增了6例的境外一路感染的國家 分別來自於印尼、菲律賓以及越南 那整體的登革熱的疫情均勢目前還是維持在高峰時期 那雖然近幾週有些微的下降 但是我們再看一下 那主要的在高平地區的疫情還是持續維持在高點 那在高雄市我們可以看到 42、43週以及44週目前的疫情還是維持在高峰期 那這些病例目前主要新增的都是在三民區為主 那另外在澎湖呢 上週新增的病例還是在馬公市 那以澎湖先目前的疫情來看 44週的整個疫情是有在連續兩週上升之後 是有呈現些微下降的趨勢 那在屏東縣目前的疫情概況 在42、43週的維持高點之後 那40週是有呈現些微的下降 目前的病例都是還是在東港鎮這個地區 那目前整個東南亞跟隔熱的疫情的現況呢 主要在幾個東南亞國家目前都是還在流行期 但是相較於往年目前是低度流行的狀態 那接下來會大家報告一下流感病發症目前的現況 那上週總共新增了13例的流感病發症的確定病例 分別有9例是B型、4例是AH3 那另外呢也新增了1例AH3流感病發症死亡的病例 目前流感病毒並不是非常的高度流行 那但是可以提醒之說 目前已經有連續三週是呈現些微創生的趨勢 那另外從流感病發症確定的監測來看 目前的病例是逐漸緩慢增加的情形 那在另外在全球流感的活動的目前的狀況 那目前在北半球跟熱帶國家流感都是呈現低度的活動 那南半球目前已經流感季已經結束 那在另外為大家報告一下 國際上的全球H5N1流感的狀況 那目前整個WHO公告的數字 今年累積的報告病例數是53例 其中的28例死亡 那接下來在中國大陸的特殊的狀況 那今年呢10月份中國大陸突爆了1例白猴的確定病例 那另外之前曾為大家報告的小麻痺症WPV1的疫情 那今年結束10月底總共已經有累積了18例的病例 其中有一例死亡 那其他國際上重要疫情的部分 像值得提醒就是在日本的部分 今年的梅江劇肺炎的病例數是持續的增加 那今年累積了有11539例 那整個這週的疫情的總結要提醒大家的是 目前整個腸病毒的疫情 雖然已經接近冬季 但是以我們監測的資料發現 整個腸病毒的疫情威脅仍大 那主要是在急診的熱疹病例 在連續三週下降之後 本週已經呈現略微上升 所以我們還是要提醒 還是呼籲教導要多注意小朋友整個衛生的教育的部分 那在登革熱的目前全國的疫情呢 處於高峰期 雖然已經連續兩週下降 但是整個高峰區的疫情 並未見到明顯的反轉 那主要疫情還是在高雄市跟屏東縣為主 那還是要提醒民眾要積極配合政府 積極加強積水容器跟資生源清除的工作 那流感的疫情是逐漸增溫 那整個目前還是監測來看 還是以疫情病毒株為主 那以上是本週疫情的提醒